11月5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 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举措 是我们面向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 如果说首届进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单向邀约 之后的每一届便是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共同约定 反映了大家对开放合作的共同心愿 当今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愿要坚持开放 扩大开放 提升开放 推动持久的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李强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在坚持重信手诺中 更好凝聚开放共识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二是要在坚持互利共赢中 更好拓展开放空间 中国愿进一步开放超大规模市场 真正把中国大市场变成世界大机遇 三是要在坚持命运与共中 更好担起开放使命 中国愿同各方 继续密切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配合 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 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 塞尔维亚总理武器 咸咸平安瓦尔波夫